现在时间1月5号早上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低开之后的震荡走低 在下午两点钟走出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 其实我们在昨天早评也重点强调会不会形成一个突破 那么这个突破我认为是一个假突破 结果呢我们看在三十均线和五日均线夹击的情况下 反而选择一个向下跌破 是低于我们的预期的 其实我们在前期也重点强调关注一下2920点附近的一个支撑 当然主要抄底的时间节点我们要关注一下下周一 和下周二 那么对于今天行情我们怎么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表现 道琼主微涨0.03% 纳萨主下跌0.56% 标牌指数下跌0.34% 英国德国法国的券不同程度上涨 中概股帮面昨天收跌0.59% A50指数收跌0.21%的收盘 对于今天行情我们怎么来看 我们在昨天的早评包括在前一个交易的收评 我们也重点强调咖啡色是30均线 蓝颜色线是5日均线形成一个夹角 也就是5日均线形成支撑30均线形成压力 即将要选择方向 在昨天早评我也重点讲到会不会走出一个夹突破 形成一个缩量的扑胀格局 但是没有 在昨天早上直接走出一个低开之后的弱势震荡的格局 形成一个向下的跌破 下午2点钟整体走出一个震荡反弹 所以我们看到10日均线这个粉颜色形成一定的支撑 也就是今天大概率是在10日均线之上形成一个载幅震荡的格局 在昨天两市加在一起的承耀额是6734亿 仍然是形成一个缩量的格局 其实近期的量能主要集中在一些高股息的红利板块上 比如说石油石化板块煤炭板块 而我们强调的像电力板块交通设施环保等等的这些板块 叫高股息板块包括银行 我们在昨天的收品也重点强调这个地点到这 它是一个大级别的一浪好大级别的二浪 那么三浪 那么四浪调整结束之后会不会走出一个震荡反弹 五浪连续震荡拉升呢 这会不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这是对于石油石化板块 包括煤炭板块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样的一浪上行 同时二浪的回撤三浪 那么四浪五浪还会继续的一个上行 所以说高股息板块是近期资金的首选特点 还有一些是什么 其实就是小盘题材个股 对吧 比如说供销社概念 我们看到相应的涨幅榜居前的都是一些流通事实比较低的 在100亿以下的 所以刚才我们总结到近期市场的特征是什么 叫雅龄型 对吧 一头是小市值提材型 那么这个市值往往是在几十个亿 100亿以下 这个其实是目前第一个特征 那么第二个特征就是高股息 比如说石油石化呀像煤炭呀这些的 这都属于高分红高股息类的 我们图着要知道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昨天晚间相应的消息面 数据局等17部门引导和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向数据产业支持数据商上市融资 证监会商品期货市场量化交易被叫停是央官市场传闻为不实消息 因为本身量化站的比例并不重 所以说被叫停的概率也不大 它并不是一个主导资金 我们今天早评重点要讲一下半导体板块和科创50指数何时见底 这其实是我们很多投者关心的问题 首先还记得吗 在11月14号去年的时候 这根阳线我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看空半导体和看空科创50指数 我认为科创50指数要创出历史新低 还记得吗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这个高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四浪高点 我们再回顾一下 从高点下跌一二三 同时我们看一下是一个三波段的反弹 就是一个四浪高点 昨天半导体指数创出了低点 那么这个低点有没有形成底部呢 并没有 同样我们再看一下科创50指数创出历史新低 昨天的低点达到817.75 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形成低点呢 还记得我在前期重点强调科创50指数要创出历史低点 我们首先要观察的是什么 这两个峰值形成一个底背离之后 跌破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它跌破形成底背离必须得把这两个峰值要跌破 我在前期也讲到过很多投资者其实天天研究底背离 那研究底背离跌破之后 它要跌破这两个峰值才可以 听过我在前期重点点评过半导体和科创50的一定要在视频的下方打一个三个六 目前我们重点要讲一下半导体和科创50何时见底 我们先从空间上来研究一下科创50指数 刚才我们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它必须得跌破这两个峰值 那么目前有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 好我们在这个位置点一个点 既然没有跌破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半导体指数有没有跌破 已经是跌破了对吧 刚刚跌破 那么我们看的是什么 把这个方法学会MACD指标的0.809的位置附近才会形成低点 什么意思 我们就拿科创50指数来做一个对比 如果说从这个高点我下拉到它的底部的位置一定要留意一下 留意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MACD指标首先要跌破0.618这个位置 红颜色 然后到达0.809的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才会形成什么一个底背离跌破0.018到达0.809附近 那么整体而言才会形成什么大级别的底部 所以说科创50指数目前没有到底 同样我们拿半导体指数 我们也做一个例证 它这个位置形成低点对吧 好这个位置形成低点是不是一个底背离 我们同样高点我们下拉到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它连续震荡下行 从高点MACD指标连续震荡下行 接近于0.809的位置 才形成一个大级别的低背离 好我们回到目前昨天创出低点 从高点我下拉到这个位置 那么它的0.809的位置在哪呢 在这儿 所以说半导体和科创50指数有没有到底呢 自然而然没有到底 关注我 在今天的收屏 我们会重点强调什么时间抄底 刚才我们重点强调了空间 由于早屏录制的时间有限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收屏会重点讲 半导体和科创50指数什么时间抄底 好回到上轮指数方面 今天而言我认为是一个弱势震荡 在十日均前处获得支撑 仍然是要看一下量能的变化 所以说本轮行情震荡回落之后 那么后期我还是那句话 整体而言我认为会突破3100点 主要的支撑位对于上轮指数是2920点附近 所有观看我们视频的投资者 请点赞以及在视频下方打666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 行情目前我认为仍然是一个黄金坑的阶段 那么这个黄金坑有没有挖完 没有挖完 其实我们在近期强调的是什么 比如说红利资产类相对的表现比较优异 而且是什么 大结构是走五浪结构 那么近期我们要持续关注